周六西甲693艾拉维斯对马德里体育会 艾拉维斯在28轮联赛后,取得12胜8和8负,排在西甲第5位。 他们上轮联赛作客以3比1击败侯尔斯卡后,已经连续6轮联赛保持不败,球队整体表现颇为出色。 另外,艾拉维斯今季13次联赛主场6胜6和,只曾以0比1不敌华力拣劳,不败率达超过9成,可见其主场威力强力。 马德里体育会的近况不太理想,他们在欧联16强首回合手握两球优势下,惨租祖云达斯亦转逃态出局。 回到西甲,马体育上轮联赛作客不以包,又被对手以两球击败,可见马体育近期状态确是不太好。 此外,马体育今季14次联赛客场,5胜6和3负,赢球率只得3成多,若要作客让球的话,恐怕会较为吃亏。 让球主客和,加好一滴艾拉维斯主胜,博德过。